今天分享这个小翅膀编法 黑色绳子90厘米找到终点固定 再取一根40厘米的六股金线在上面挂线 第一根挂完后取前面的绳子 在黑绳上面上往下绕一圈 下面的绳子也绕一圈 这根绳子就挂好了 第二根绳子也是同样的挂法 这个上面我一共挂了四根绳 再找到最上面的一根绳子当主轴线 在上面同时同样的方法 再挂一根40厘米的六股金线 挂完之后把绳子推到最前面 取挂上去的那根绳子第一根绳当主轴线 其他的绳子为绕线在上面边写卷结 第一排编完之后 我们再取挂上去的第二根绳子当主揉线 其他的为绕线边写卷结 第三排编完之后 紧接着我们后面再是同样的方法 每一次都取最上面第一根绳子 当主轴线 其他的为绕线边写卷结 直到最后两根绳子编完 直到最后两根绳子编完 接下来我们取左边的黑绳往右边拉 其他的金色绳子全部在上面打斜卷结 都编完之后我们取下这个半个翅膀绳子调整一下 剪掉金色的绳子 打火机烤一下绳头 迎接着我们中间穿上一颗12毫米的马脑珠 两边边发都是一样做法 Follow from my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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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